啊!啊!終於… 啊!終於… 也門鎖住了 OMG YO 繼續去波子玩阿里�的故事 上一集我們將得到金鎖匙 和地圖 現在用的東西 只剩金鎖匙 金鎖匙指向的通道在哪裡 他說接著黃色的階磚又要去哪裡 金鎖匙原來是去這裡用的 嘩 看來我們看到 Hello 姐姐 一定是你的想像 你是唯一一個在這裡的人 總而言之我應該離開 我們會見面的 蛤 難道那個不是人 那個男人是誰 他笑 雖然這個可能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哈哈 你這樣說話 這樣說話可以嗎 我可以不停見面 我跟著黃磚頭走 那些東西凸出來是什麼 沒關係 走 咦 有一個稻草人 有一個銀色的規格 好 先說了 咦 你就是六野仙中書 咦 你就是阿里亞 我一直期待跟你見面 你也認識我嗎 為什麼所有書都認識我 那不是因為所有書都希望有一天讓你讀到嗎 如你所知 很多書都從未被讀過 就被人家忘記了 而當每一本書被人家忘記了的時候 就會消失不見的了 在你這個年紀裡面 對書這麼有熱情 真是令人敬佩 像你這樣 給我們希望 令我們繼續活下去 當每一本書被遺忘的時候 他就死去 啊 對不起啊 我多嘴了 為什麼你來這裡呢 阿紅玫瑰說你可以幫我回我的世界裡的 我沒有能力實現你的亂望 但我用另一種方式來幫你 看到我旁邊的紅色箱嗎 打開它的話 拿裡面的東西應該對你很有幫助 祝你冒險一切好運 多謝你啊 OK 有用 什麼來的 很多硬幣 有金幣 可以多謝你啊 有錢 喔 金幣就是用在 用在哪裡呢 用在賣 賣火柴嗎 是不是用在賣火柴的地方 欸 龜甲人見了 Where are you man 剩下那個稻草人 他突然間是否去了屁股 算了 不管他了 他應該急事 人有三急 希望龜甲人會走得很遠 我也不想見到他 你屁股完屁股回來 不要撞到我 不要嚇到我 欸 龜甲人在這裡 HELLO 突然看到龜甲人在桌上過 好了 現在我有硬幣應該可以買東西了 買 多謝你啊 這個是我買的第一盒火柴啊 第一盒火柴 火柴有什麼用啊 本書叫賣火柴的小女孩 好應景啊 他買了一盒火柴 然後就關了老陳 好 最後 這個火柴有什麼用呢 我相信一定很有用 不過不知道怎麼用 對 因為有沒有撕下的時候 撕掉它 或者是 對我發現了 有一條濕柴 根本 我知道了 火柴有用 很暗啊 那個派對 啊 暗啊 這裡點了火柴 我要撕火柴 哇 火柴 看不見了 很多兔子在這裡 Hello 兔子們 哇 好恐怖啊 好多兔子啊 Hello 有本書 咦 還有一隻兔子 一本書有不同的版本 所以即使我們來自同一本書 也有不同的兔子 好多兔子啊 我想跟所有兔子聊天 雖然我們還有一本書 但是沒有什麼可以聊的 喂 等一下 你不是兔子 你在做什麼 我有邀請鹹的 咦 你有邀請鹹的? 好奇怪喔 哈哈 我沒有邀請鹹應該死了 書上面放著 愛麗絲夢遊仙境 喔 愛麗絲 好棒 這個景色包含著很多書 不同故事的元素混在一起 這個呢 我終於趕上去派對了 愛麗絲夢遊仙境裡的兔子 都收到邀請鹹 參加這個大齡聚會 還未開始 你在做什麼啊 看連你不是兔子 邀請鹹 咦 可能搞錯吧 幸好我邀請鹹 咦 但未開始 那怎麼開始啊 請問 我黎絲總是追著兔子 阿里亞 我們為什麼不把這個故事修改一下呢 咦 它是恐怖兔子 它吹了我的火柴? 火會做啊 我一定要快點離開才行 哎呀 直接衝下去 衝啊 熱騎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追著我 Technical要入房門鎖了 stat 來吧 追我吧 走啊 我們在哪 去哪裡 啊 鬼那是不是鬼會 primed 喂 喂 bucks 湯亮 你怎麼頂住我的路啊?他不讓我走啊 臭鬼啊!我還相信你還跑到快在兔仔 你竟然快在我的兔仔躲在穴裡 沖啊 在哪裡?在上面?在上面? 欸!欸!OK! 正好正好正好!還沒?沖沖沖沖! 去那邊去那邊去那邊啊! 那個男生啊! 那個男生救了我啊! 你是之前那個少年 嘩!她一把飛了插著兔仔 多謝你救了我,這隻兔子在追我都不知道怎麼算好 蛤?他下什麼呢?他好像很根奇一樣 還是他一早想丟死我,怎會丟掉這隻兔子 我就知道你是好人 不是,真的被我猜對了 他剛剛想瞄準的是我 你都被人家找了是不是?一起行動吧,不如 唉,假如我的手不是這種情況的話,我應該丟中他 明明是一個完美的機會 我覺得我們一起走會安全一點 嗯,好吧,我跟著你走 我相信我們可以找出口 只要跟他一起走的話,我應該可以再找機會殺了他 你叫什麼名字啊?我叫你啊 雷溫 雷溫?有什麼問題? 沒事啊,多多指教啊,雷溫 多多指教,我們快點走 那樣東西可能隨時都動起來 我還是英雄救美,怎知道他想英雄殺你 你不是白癡啊,不要走過去啊 對不起 我想拿你們的刀而已,不行 是不是? 唉唷,save了先 現在多了個殺手雷溫 想殺我們的雷溫 唉唷,我們先走 唉唷,這裡又想怎樣 有三道花? Chapter 3,Romance 喔,在說浪漫 難道是說和殺手的浪漫愛情故事? 唉唷,我之前收集的東西不見了 有些優雅書的雕像 這是什麼地方 為什麼音樂好像這麼浪漫看黑的? 唉唷,少女已經不單獨在圖書館到處走 有一名黑髮的少年在她身上 不是,在她身上 有一名黑髮的少年在她身旁 身上好像想歪了 怎麼會令人呢? 唉唷,她出來了 追視小姐 所以這個是真的 圖書館真的有其他人 我一定要說,我很驚訝 我也不知道這件事 但是,這個是一個愉快的經理 這個新的角色可以為故事貢獻很多東西 你是不是同意?雷溫 她又知道她的名字 你也認識雷溫嗎? 當然了,如果不知道角色的名字 我怎麼做聚術者 但...她又知道她的名字 我的名字就是聚術者 即是是描述發生在阿里亞身上的事情 蛤? 聚術? 嗯... 我的責任是聚術阿里亞 但是,我不是應該聚術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還是你不重要呢? 呃...我最好是問問她 她離開之前說的奇怪的事 你認識她嗎? 我也不認識她 只是在圖書館第一次見她 只是知道她聚術我所做的事情 最熟術你做的事情? 為甚麼? 我也希望我知道 但她也不回答我問題 嗯... 總而言之 在這裡也幫不了我離開 啊...你說得沒錯 好啦,腳走了是不是? 嘩...為什麼有些咕咕聲呢? 智慧之樹口渴啦 可惜她只是喝水 否則我會給她喝一杯茶 什麼了 一杯茶 這裡有各種特殊的門都上鎖了 但我應該提供關於打開門的線索 要打開什麼門? 日式門? 太陽和月亮機合的時候就可以打開 哦...太陽門呢? 月亮消失後太陽門就會打開 那月亮門就是 星星出現後才會打開 又要解邊三道門啊 哪裡有門啊? 嘩...還有這麼多路要走 去哪裡有 我看到一個夢羅麗莎的笑容 什麼事? 什麼事? 為什麼放了夢羅麗莎的笑容 好啦...這裡應該是太陽之門啊 咦...但打開了啊 嘩... 嘩...真的很大啊 嘩...這遊戲真的瘋了 這麼大的地圖 一尊空像可以被人看著 嘩...這麼多地方 這裡的門是去哪裡呢? 咦... 是一些... 蘋果畫? I have an apple? I have a pen? 如果你來這裡 上我的絵畫貨的話 就應該遲些才來 絵畫貨? 在這個圖書館裡面? 哎呀小姐 這些書的封面和內頁都有插圖 學習鬼話可以讓我們更加清楚自己 哦...我明白了 插圖也是書的一部份 遲些才可以上 是不是只有晚上的意思呢? 什麼都沒有啊 全部都是蘋果 蘋果...蘋果... 蘋果畫...蘋果畫... 沒有啦... 可能真的要晚一點才可以過來 這裡的門呢? 嘩...有大的感 會不會迷失了方向啊? 哇... 橙色封面的書 黃色封面的書 紫色封面的書 藍色封面的書 有什麼特別意思呢?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哪本書跟我最配啊? 呃...綠色配什麼顏色啊? 我先去想想 可以慢慢想嗎? 蛤?綠色可以配什麼顏色啊?請問 綠色配... 我真的不太明白 有隻紫條 有時候相反的反 反而會互相吸引 什麼叫相反的反 要不要離開 相反的反 紫綠色 我喜歡紫綠色 紫綠色 紫綠色? 你認為這樣嗎? 是不是這樣啊? 他跟他聊天 但看來不對啊 呃... 是不是GG呢? 我很遺憾啊 要不要離開 我...呃... 可不可以再聊過啊?請問 離開 會不會死呢? 我就知道 你很遺憾我也知道要死這個了 反啊反啊我猜 哎呀按錯了 對不起 噢... 本本書都不來電啊 應該是沒了月亮的時候 就打開了這個門 我總是遇上碰不到放在書架上的困惑 希望可以長高一點啊 你明白我的感受嗎? 哦...我明白 喂...喂... 你不是說我矮啊 不用擔心啦 矮也有好處的 我們拿一些更靠近地面的書嘛 可以... 怎樣怎樣 串他矮 所以腦收成同想殺我們 哦...我明白了 終於 紅...黃紫...紅綠...藍橙 紫色的相反是黃色... 哦...什麼聲啊 什麼事啊發生什麼事啊 掉爛了東西 咦... 為什麼是這樣的 才換了血 是誰的血啊 哈哈... 才有人特意把血噴下去啊 沒有了一件 是不是沒有了紫色那件 去了哪裡啊 蛤... 蛤... 哪裡... 衣服去哪裡呢 咦...這裡是做什麼呢 是木桶 先拿走它 這本書架上放著很多愛情故事的書 其中一本是夏爾佩羅所寫的灰姑娘 咦...有一個Mark 有一個記號 看看看看 都始終敲了十二下的時候 魔法就會失效了 啊...在說灰姑娘 難道什麼特別的意思 而且這房間好位灰姑娘啊 是不是灰姑娘所睡的房間啊 哇...這RPG遊戲 玩一玩就已經 可以一次看完全部的書的故事 每樣都有 然後中間看到樹 樹又想怎樣 智慧之樹 雷雲你看看 這棵樹生了很多書啊 咦... 有書本的存在都要歸功於樹 雖然我可以這樣說 但是... 書在樹上誕生的 不是啦... 書...書是掙扎印出來好不好 對... 我覺得這棵樹代表一個含意 智慧之樹 怎樣啊...你們兩個拍拖啊 恐怖RBG來的 OK...不是愛情故事啊 這棵樹又想怎樣啊 這棵啊沒有啊 有什麼特別的 這棵是淋水呢 用來 裝水 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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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水給我一本書 什麼書 紅色的書 看來是紫色也跟紅色的書 搭的 OK...KO 紅色的書最配啊 沒錯... 是紅色跟你最配 剛剛啊 啊...合起來啊 好...我可以走了... 拜拜 做得好啊...阿里亞 離開 終於不用打死我了 石像是吧 嘩...今次不是石像打我 而是鎖匙扔我 什麼鎖匙啊...彩虹鎖匙 咦...彩虹鎖匙開哪裡 啊...這裡 嘩...又是另一間房 今次呢...咦... 為何床唯獨是紫色 好像... 沒有被人撿過床 又是什麼 這個又... 盒子上面寫著 A-R加I乘以A等於什麼 為什麼啊... 是不是那些顏色呢 這個呢...咦...看得的啊 我不會突然彈些東西出來吧 我們看到後面有個鐘 這裡有個鐘 這裡有個鐘 看來好像停了 但紫針還閃著 拿走紫針 那紫針有什麼用啊 時鐘的紫針 紫針... 紫針用在哪裡呢 嘩...裂開了 什麼事... 是不祥的預兆 難道我不可以拿走紫針 呃...我不管了 裂壞裂 我照拿你的紫針 拜拜 右邊有什麼地方沒看過呢 紫針...呃... 呃... 紫針...呃... 呃... 沒事...自己拿的 不關我的事 我不會賠的 OK...不關我的事 咦...這裡有路走的 哇...這裡...這裡... 你進來 小提琴在彈東西 我想學怎樣拉小提琴 但我沒有手 這是本書來的 你沒有手的OK 咦...有個鐘 有個鐘 沒有紫針 搞定 有紫針 哎呀...太高了 跌不到 希望我可以升高一點 雷溫站在我肩膀上 我來 Teamwork 不用啦...用椅子就可以了 好啦... 這張紫針放在哪個地方 東南西北 放在哪裡呢 咦... 等一下...如果放不同 我應該留意不同的時間 如果我要把它變成夜晚 是否真的放在下面六點呢 試試藍先 沒事發生過 呃...在北呢 咦...北還是會響的 著了... 變了夜晚... 啊...北就是12點 變了夜晚的星星了 哎呀...現在應該在家裡 等一下在南瓜裡 剛剛好像不見到你 算了...不理了 可能晚上會比較恐怖 不奇怪 好啦...現在晚上有星星 變成南瓜 這個時候是... Hello 好高興在我看到你們兩個 在這個圖書館裡面 有什麼想法 你不醉索我們在做什麼 我不知道你不應該 醉索雷溫身上發生的事情 所以還是不要說 本來想向他問一些東西 不過我還是想 繼續讀一些書 而留下自己 但不好錯的是 我忘記自己根本讀不到書 真的很可惜 你不可以讀書? 不用擔心的 等雷溫和我教... 雷溫和我怎麼會教你讀書 我們沒有時間 啊...你又對的 原來是這樣啊 我想你誤會了 你不需要教我啊 我知道怎麼讀書的 那你為什麼不可以讀書呢? 我不可以回答你問題 我自己是一個聚術者 我不應該告訴你 關於我自己的事情 而且你也不應該浪費時間 在我身上 我相信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OK 咦...有本叫密碼的書 有插圖 好久以前情侶之間 透過一個只有他們才知道的密碼 交換想法很常見 一個可以不用擔心 人們發現他們的真正心意 自由地交談 雖然有很多其他形式 例如應該 用符號或用數字 代替英文字母 有沒有插圖啊 OK... 啊...我明白了 剛剛的數字 A是25 然後是24 23 22 1是0 嘩...可不可以用手機拍下它 這樣犯規啊 怎麼跟你玩啊 嘩... 看完密碼 突然看到那條裙子走出來 這個洋裝之蛇不是這裡的 那些花做什麼呢 有血 應該是M 我們不要理它好嗎 先乘除後加減 442 YES打開了 有一個蘋果 又蘋果 我知道了 用蘋果就可以上課了 是可以的 可以了 應該可以上課了 咦...你放了新蘋果嗎 多謝你啊 之前蘋果都爛了 所以我找不到新的 所以取消我的矩畫貨 你對畫畫有興趣 這個給你啦 那你就可以練習了 黑色的顏料 蛤... 我要畫蘋果 你給我黑色顏料 你有沒有搞錯啊 怎麼畫啊 畫一個黑蘋果給你 我記得這個月亮房間 我是沒有什麼變化過的 有什麼特別呢 黑天鵝 白天鵝... 黑天鵝不是黑色的 我知道了 黑色的顏料 我真的變成黑天鵝 我記得這幅畫之前是不是這樣的呢 我記得上面有一個月亮的 月亮不見了 咦... 鑰匙? 拿著鑰匙 月...月影鑰匙 鑰匙去哪裡 咦... 現在開到太陽了 啊... 太陽的後面是... 這麼多雕索的 有沒有告訴我 這房間最美的雕索是什麼 小心啊 儘管他們的外表很美麗 全都是騙子來的 呃... 哪一個是最美的啊 紫色華 藍色是最美的 藍色就說... 咦... 先說全部都是騙子 即是藍色不是最美的 橙色和黃色在說謊 橙色在說謊 他說自己最美的 他說自己不說謊 即是你說謊 即是你說謊 他說綠色是最美的 這個是事實 即是又是說謊 這房間最美是紫色 即是紅色沒有說謊 不是啊...紅色是說謊 沒有人說黃色是否美的 即是黃色是最美的 喂... 欸...欸...欸...我沒事啊 YES YES 他現在就是最美的雕像 什麼了 他把黃色的雕像 因為他是最美的 喔...主持我害了他 對不起啊...黃色雕像 還有一條鎖匙了 謝謝你一輪鎖匙 有些東西在發光 兩個融合在一起 給了日式鎖匙 OK啊再見啦 再見綠色 他點點點 好啦都玩了好久 今集贊成這麼多 可能下一集繼續去 日式鎖匙之門後面的 真相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下一集再見 記得按讚和訂閱 拜拜 欸...爸爸爸爸 什麼聲音啊 你要叫爸爸 誰叫爸爸 剛剛那本書叫爸爸 誰是你爸爸啊 你跟我說 欸... 他跟那個男生說爸爸 欸... 難道這個男人和你問一本書 你...